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很久很久 那个视频录的时候已经是半年前了吧 我现在头发都长长了 对 然后我今天想录一个这个 空瓶 因为我是空瓶囤的 真的是 你看囤了多少 囤了这么多 对 然后我就想把空瓶的这些东西都讲掉 然后我就拿到什么说什么了 我就快速的讲 首先这个安岚晒的这个 防晒 它含有酒精 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用 然后已经用完了 然后我现在在用的是个 毕柔的那款 但是跟那个比我好像更喜欢毕柔的那款 因为它更 我觉得吸收的更像那种护肤品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这是我第二款的 Laure Messier的primer 也很好用 这就不多说了 然后这个 是我在日本玩的时候随手拿的一个卸妆棉 超好用 它就很薄很小 唯一一个我觉得不太好的就是它很小很窄 它是那种长条型的这种 卸妆的 卸妆棉 然后这个我买的是refill的 就很推荐大家去买这个 很好卸的很干净 然后就是Keyos的这个金斩花水 我不会再买了 我还买这么大我好不容易用完了 用了很久很久 就是用多了 我发现这款就是 对于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了 然后就是这个 Urban Decay的 Makeup Setting Spray 我买的是all nighter紫色这个 油皮的大救星 然后我就囤了一个 我又买了一个 这种的 灰色的盖子的 叫 D-Sleek 是Oil Control的 它这个是long lasting的 然后我这次换了一个大的 是 控油的 葡萄水喷雾我就不说了 很好用啊 然后有这么多 这个 雪花秀的润造精华 很好用 但暂时不会回购了 然后 有 然后Urban Decay的这个卸妆棉 我跟大家说过好多好多次了 这是我觉得最好用的化妆棉 至今为止 我用的不多 但是这款真的很好用 白冰 很好用 但我这次 Beauty.com的时候 我没有去买 就是太忙了 没有时间去买 还挺后悔的 就推荐大家用这个 这个是一点点添加剂 还有任何酒精都没有 但是它不保湿 但突然涂在脸上就很舒服 油皮的大救星 这个 夏天必备 一支非常不好用的 那个 染霉膏 是当时买什么东西送的 我就没用了 就是 杜克的色修 很好用 我又买了一瓶 超好吃这个 然后 我又买了一个 去日本的时候又买了很多 我囤了很多 然后带了一个很美 然后就是Lululun的面膜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用 这一款 首先它这个面膜纸太烂了 然后不贴皮肤 其实它剪裁的不和 跟我的脸不是很匹配 这个已经用了好多罐了 我现在也还在用 囤的之前囤的一罐 就是你脸上大面积泛红啊 还有 长痘啊 对吧 都可以用这个 Ultra Repair Cream 他们都说这是 平价款的 Lamere Mawin Ghost 不知道怎么读 就是 这个去痘 超好用 我之前那个去痘的 视频里面有讲过 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就是 卸眼睛的 我现在在用的是这个 这个 超级无敌好用 囤了无数瓶 我还会去买 这个如果我买不到它的话 我就会在美国的 那个Walgreens 买这个 Nutrogena的 这个卸妆的 也很好用 是平价的蓝扣 就是这两口 TOKA的一个蜡烛 已经烧完了 超好闻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叫什么 Candle Candle 应该是的吧 应该是的吧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私信我 或者在下面留言 我告诉你们味道 然后是这个 Beth Bali Works的一个 身体乳 这个版超好用 也味道很好闻 是那个 樱花味 然后我都已经用到这个程度了 可想而是真的很好闻 包装长这样 有个樱花在上面 红色的 然后是这个 看这个瓶子知道存了很久 这个Lush的一个 Gross shower gel 草 草味的一个 叫什么 木油油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用 我就看那个 谁介绍 哪个播主的 我去买的 然后我就买回来试 我就很不喜欢 味道我不喜欢 其次它使用的感受我也不喜欢 这款Aveno的这个Lotion 很好用 很好用 就是你如果 身上有湿疹的话 可以买它一个特别的 款 是专门给湿疹用的 然后他们家的那个 成分都非常的天然 所以我就推荐给那些皮肤 有湿疹啊 这些同学可以用这个牌子 保湿也很好 然后就是另一瓶 这个雪花修的润造精华 之前买的送的一个 眼睛的眼霜 不行 Cuse的东西我觉得 真的还挺鸡肋的 我不会想再去买他们家的东西 云南白药牙膏 必备 出国必备 Ipsa的一个 洗面奶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用的 但是我应该不会去回购了 这是之前买的 在那个买货网买的 汽垫 赫拉汽垫的粉铺 然后是 是我在Costco买的一个化妆棉 我专门用来卸妆的 这个我是专门用来卸妆的嘛 因为它是圆形的 比较好卸 挺好用的 然后说就是这里面 怎么咋死咋巴的呢 这个Bliff的这个 我超级推荐 我之前有视频也讲过这个 还有三支非常不好用的笔 我希望大家不要去买啊 首先这个是我之前买的那个 就是那个 越南博主他创的那个化妆包 开创的化妆包 他里面送的一支眉笔 你看 就画到最后已经变成这样 就卷不出来了 然后眉笔特别淡 还有就是MAYBELLINE的一个眼线笔 就是花的一塌糊涂 不好用 叫Unstoppable 还Unstoppable呢 那是Unbelievable 这么难用 然后是It Skin的一个 嗯 也是一个眼线笔 就是烂到爆 这个 奥尔滨的这个水 很好用 但是它配的那个乳液我还没有用完 我又入了一套 鸡美金的 我觉得这个要比这个好用 这个还是立体的 我才知道 对 然后 我觉得这个很不好用 我不喜欢这一款 我很喜欢这一款 然后又是一瓶葡萄喷雾 如果你们看到我哪些东西 买过超过两三次 就是挺好用的 然后是Annisfree的一个 这个35PA++的防晒 这还行吧 就平时出去上个课啊 或者去买个东西啊 你可以涂这个 如果要高强度运动 或者长期在外面暴晒的话 一定要涂防晒修入高一点的防晒 然后 然后 之前 我那个 Costco买不到 那个 Michel Gina 那个化妆棉嘛 我就 用这个 买了这个代替的 这个真的没有那个好用 但是 也还行 凑合吧 然后又是一个 雅样的喷雾 这就不说了 还是这个 化妆棉 这是我之前买那个 Real Techniques的那个 Sponge 然后 这是已经用坏了一个 这边东西用烂了 大家看 挺好用的 然后重点是它便宜嘛 然后我现在再用另外一支 也快差不多到阵王了 这两个真的非常难用 已经没有用 然后把它扔了 我觉得它这个产品 第一次用非常的惊艳 然后第二次用 我就 觉得已经非常非常不好用了 所以 我不会再去回购 这个牌子的 气垫粉笔了 我们的 眉笔 特别好用 它就是 它上眉的时候 不会很重 你就下重手 你也不会就是 把眉毛画的 就像 蜡笔小心一样嘛 所以 它已经被我用坏了 你知道吗 这边壳都烂掉了 然后我又 囤了一支 这是 那个 中文叫什么来着 我忘了 是一个 霜吧 这还挺好用的 我觉得还挺 晚上用的特保湿 Etuhaus Baking Powder 的洗面奶 这个超好用 洗面洗得特别干净 然后 但是我想试更多的 我也不会去回购了 OK 我今天快速的把我的这些 囤的这些垃圾 讲完了 那下一个视频 我会讲我近期的 shopping haul 最近买了一些东西 还挺多的 然后 我会 有一个 shopping haul 也会有一个try on haul 所以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